我們要先來聊聊比的兩首新歌 其實這兩首是單曲 對 三月發起了一首單曲叫做《你》 然後四月也是一首單曲叫《撞》 那兩首歌想要講的東西 跟想要表現的曲風就很不一樣 喔 對 那你這首歌就是彈比較 我覺得的感情觀 像譬如說 因為你這首歌大概是講 你深愛的對方已經失去記憶 然後記不得你跟他的回憶 然後曾經有在一起 或者是曾經有在一起 一遍一遍一遍重複著過去 我會慢慢的找回你 再把我裝進你心裡 其實這首歌就是我當初聽 跟Demo的時候 是Demo的時候跟配唱的時候 就想像成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如果是失去記憶了 然後記不得這個大兒子小兒子 然後也記不得他之前 怎麼照顧我們多辛苦幹嘛幹嘛 所以你想到家人就 對我就會想像到很深入的那種 我要孝順了你記不得我要怎麼辦什麼的 那Demo這首歌是比較正面的一首歌曲 然後也是想要送給大家 現在正在打到自己的夢想 所以說自己的夢想的朋友們 聽完這首歌可以得到一些正能量 是因為這首歌主要是想講 你對你的夢想堅持的時候 一定有挫折一定有難過的 我轉的目光 掛滿了笑話 你經過風霜 終於就射出光芒 我最喜歡這首歌的一句話是 那我覺得十年來的我是大概是什麼樣的形狀 什麼樣的心態 跟BFJR們已經十年了 不知不覺就我唱了很多年 上了很多台 出了很多專輯 寫了很多歌 想要給大家聽 想要跟大家見面 零距離唱歌給大家聽 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你從小的夢想 因為你剛剛講說撞這首歌 其實講了一隻夢想 其實我很享受舞台上面的時候 彈一下每一個歌迷們的表情 其實當然是有時候 我的視線有限 所以我就是會關注那種 很認真很專心聽歌的表情 享受你的聲音 享受你的歌 就是我看眼神是會看得出來 因為就覺得就很努力聽我的歌 然後就會舞台上自然會有那種 動力 對 就更 有時候是太用力唱了 因為想要更好聽一點 所以就覺得很有感情 就是大家會給我很多動力 想要唱好 想要表現好 想要舞台上給更多東西的那種動力 所以你是真的想要唱給你的粉絲 就是很享受你的音樂的粉絲聽 這一開始就是你的夢想的初衷 然後一路堅持 是是 請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做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先